今天我們要離開京都去內涼 今晚轉酒店都是轉去內涼 因為今晚有一個天燈制在五里五里之丘 在內涼那邊其實其實京都去這邊都可以的 差不多時間 為什麼呢? 原定 其實最初第一次訂機票的時候 我是今天回香港的 誰知後來計劃行程的時候 原來發覺今天會有一個天燈制 因為其實我是未看過一些日本的祭典儀式 所以最後就深思思改了機票 變了住多兩天才離開 可惜我現在京都玩酒店已經延長不了 已經沒有位置了 變了被迫到內涼那邊 今晚看完天燈制後就要去新酒店 本來乖乖地到月台準備上車 誰知偏偏在月台見到一張非常吸引的海報 原來見到一些好東西 原來有個機械人展覽 下了月台 走回頭 這個展覽是在京都文化博物館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展覽的話 基本上都沒什麼機會會走過來 超開心 無意中發現有個這樣的展覽 現在要由四樓開始看下去 1800日圓一個人 在京都文化博物館 賣了票之後 職員還很好地幫我保持了行李箱 我就可以輕輕鬆鬆地走走 我見這個展覽的介紹 主要是介紹一些我們小時候看過很多的機械人動畫 它的設計歷史、故事背景之類 還有很多的設定集 以及一些周邊商品可以讓大家看到 由於它裏面是不允許拍片的 所以我就給大家一些照片 會見到鐵人28 超力電磁合這些經典的機械人 甚至去到高達 甚至近代的勇者王之類 它也有介紹 而這個展覽甚至連當時播映的一些原畫片 它也有放在這裡給大家欣賞 所以我覺得這次去是非常值得的 看完展覽是蠻好看的 知道歷史 不過可惜它不可以拍片 所以只可以展示照片給大家看 好了,被原定的時間晚了 我們是時候趕進去內涼了 順利到埔了內涼站 check in 了 放下行李 現在自由身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這個位置是非常親切 基本上來的內涼都是在這裡出的 當日到埔內涼之後 以為可以很輕鬆找到食物 誰知原來周圍很多遊客 要找到一間食物都很難 最後我就隨便進了一間餐廳 看看有沒有位置 總算坐下有東西吃 叫了個牛肉飯 有東西吃 整個人舒服了 由於晚一點 就要去五里五里之友看天燈祭 中間其實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找一間咖啡座坐下了 未夠鐘又不想周圍擋 所以在附近找了一間 幾美的咖啡店 坐下喝杯咖啡吃甜蛋 就是它那個芝士蛋糕 叫做No Baked Cheesecake 嘗嘗一回事 少許檸檬酸味 不是很實 它整體的味道和質感的小似 什麼呢 超級市場買的那隻 是否有一隻牛 那隻三角形的芝士 一進去的口感 是那種口感 其實不覺不覺呢 我的行程已經浪漏了 我禮拜過來 今天星期六 其實也很累 一開始 有兩個旅程去得遠一點 冰橋立 和駕車那裏 另外 有很多體力是用了在哪裏 在這條街那裏 逛逛找東西吃 因為很多其實我沒有拍到 其實有自己晚上 一個人到處找食物 其實在那個區那裏 幾乎是每條橫街都被我走遍 但是有時候都可能未必適合心水 反而我覺得 體力和精神是用了 接下來我要去的成陽五里五里之休 它是位於木津村運動公園 那我就需要在內涼站那裏坐JR去到長池站 然後走過去 車程大約三十分鐘左右 好 一出站 給我的感覺很驚喜 因為它是一個很優靜的民居地方 大家看到那些矮屋 好像在看漫畫那裏 當時天色又漂亮 非常之舒服 現在未開始 但是 已經開始有些人群在這裏 今次這個七夕天燈祭 純粹是我因應我自己去的月墳那裏 上網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節慶可以看 看到京都原來有天燈祭可以看 特意改機票來了這裏 我是經他們的官網買電子票 我印象中是三百多港幣 來到這裏慢慢越來越多人 而且還有不少香港人 每場這個公園都很舒服 也會看到有這些紀念品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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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場了 進到會場之後 就會看到有很多的攤檔 又有一些美食車 也有一些日式的擺設佈置 非常之有氣氛 很舒服 因為這裏比較鄉村 所以非常非常之涼 還有這裏很空曠 周圍有些東西吃 有些牌切 很漂亮 但晚上燈燈應該會更正 我們待會再營 拍下有些什麼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裏有些什麼 這裏有一張飛 這張飛是用來待會換天燈的 接著這裏有一份的Time Table 有地圖 那這裏會看到 放天燈是8點半開始 接著9點散場 所以那時候應該JR那裏會有很多人 這裏都說明有些遊戲 7點9就完 6點半要去拿燈籠 這一張被你吊在燈籠那裏 接著這裏 還有一把線 多漂亮 看看這裏多寬敞 裏面有些小手工的攤檔 亦都有一些經常在祭典看到的遊戲攤檔 可以玩的 而且裏面亦有很多影相打卡位 不過現在還未入夜 所以它還未開燈 開燈後更漂亮 這個咖啡瓶挺有趣 現在我在家裡還在用 在這裏做個牛腊便當吃一下 接著下來找個地方 先坐下吃一下 先不要以為這裏 製典道的美食車買的食物 柔柔地 這碗飯都挺正的 趁我自己現在沒什麼做 都是時候去排隊拿燈籠 否則待會應該都很虛陷 拿燈籠就是要用我手上這張卡 我已經順利拿了個天燈 要找個好位置等候 拿了天燈之後 好像我這些孤家寡人 基本上真的坐在這裏等夠鐘 我沒有記錯的話 坐在這裏等了兩個小時 所以唯有就看看表演 聽哥哥等天黑 終於等到入黑了 看到所有東西都亮光的時候 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很有感覺 而這個時候 大家都開始各就各位 拿著自己的天燈等開場 在開場之前 他亦安排了一些太古的表演 非常精彩好看 讓大家欣賞一下 現在是開始接近放天燈的時間 感覺上開始有點動靜了 奇怪 嘩 嘩 嘩 其實現在隔著螢幕看 是沒辦法感受到 當時在現場的感覺是多麼震撼 老土的說句 當時我在現場 我是有心眼淚的 就是 浪漫的背後 就是 那些燈籠最後是炒了一碟 全部 剛才突然間 有十幾個燈籠 很高速地衝在我面前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有十幾條線 繞了我背包 我拉亂的圈那裏 不過好幸好有一個日本的婆婆 慢慢逐條幫我解出來 她只是叫我拿一個電話 負責幫她照著 其實現在放完我想先走 不過呢 也有難度 因為地上黑 你根本看不到有沒有線 隨時會 糟糕 公公離開到 這個蜘蛛網陣 好像Mission impossible 那樣 好 那就回來酒店了 總結今天那個天燈會 其實是非常值得去 其實它好像每年都有 因為我都是上Youtube 就是我自己 查網頁看看 今年大概 我過來這個月份 有什麼祭典可以看 那樣巧看到這個 天燈祭說7月13日 那本來我訂了機票 就7月13日回來香港 那就立刻改一改 改多了兩天 那樣 就為了去這個天燈祭 那之後我上去Youtube那裏 找一下有沒有關於這個天燈祭的資料 原來早在不知道一兩年前 都已經有一個台灣的Youtuber 拍過片放上去 所以應該他每年都會搞的 那我就覺得大家絕對值得可以 趁時間去一下 那頗有趣的 我在他官網那裏買票 就圍回港幣大概三百多元 那好笑的 他其實給了一張e-ticket 即是在手機那裏 你會發覺開出來之後 除了有一個日期之外 下面有一大片空白 那我心想 是不是到當日 才會顯示個QR Code出來 因為不奇怪的 有些e-ticket真的會這樣 但是誰知道 到當日我都發覺是空白 直至到我們排隊等著入場 他說五點鐘開始 那我在想 是不是五點鐘他才會彈個QR Code出來 也沒有 接著我就插一下隔離其他日本人 那些 見他們手上拿著手機 那個也是空白的 那我的心也比較穩 那終於進去 原來很巧妙的東西就是 他們拿手指或者拿一支電感的筆 在空白位畫個圈出來 就會彈一張飛出來 那他們就親手按確認 那就OK的了 你這張飛就成立了 那進去吃東西的那方面 其實都不算貴的 我吃的那個飯 都是五十多塊 好像 那個尺寸都OK的 有時候想到會場 他收你五十多塊 但可能給你丁屎 但他都OK 一碗正常的飯 起碼我都夠吃 但是你就預料 會有一大段時間 都可能 不知道做什麼好 可能走來走去 如果有盤的 我一個更慘 如果有盤的 你們都是聊聊天 逛逛逛 玩玩一些小遊戲 一直等到天黑的展覽 那個天燈祭才開始 聽一下他們唱歌 聽一下他們打鼓 放天燈那一刻 嘩 那個感覺真的不得了 那一刻 都感動到我眼淚淚 非常漂亮 加上他現場的音樂 但最好笑的是 其實我想 五分鐘左右 問題就出現 因為全部都弄了繩子 在天空裡打架 然後 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東西拿下來 結果 那一串燈 是一串 慢慢慢慢 每個人都扯回到地 開始 在你那個 視頻線 就開始有無數 你有看過蜘蛛盒的蜘蛛網 無數條繩 橫跨了你的頸 其實很危險 真的要很小心 因為那裡其實很黑 一個人不覺得 你前到其實都很麻煩 那我就已經 想盡量走 我甚至乎 後來 我連我自己的天燈 都扔下了 因為他反正 最後都是要扔下的了 我自己那條已經被人繞住了 我都沒辦法解釋 因為我會卡在天空那裡 我一直扔就扔到別人的那些 那我放棄 我扔下了 但是 你扔下了 別人的那些繼續扔 最後發覺 為何我走不到 原來 有四五條繩 繞在拉鏈扣那裡 然後 我放下袋的時候 一放下袋 就連帶別人的燈籠都扔下來 然後 有一個日本的婆婆 看到 就趕快幫我解釋 我實在看不到 我拿著一些東西 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反而我穿了手機的電筒 照著他幫我解釋 非常之好人 到走的時候 厲害了 職業特工隊 那些好像紅外線的陷阱 打橫打直 你一直穿過這些 又蹲下 又要拔高條線 捐過去 我跟另一個男生 一個日本男生 是衝鋒陷陣的走到出口 突然 他去到出口 又被繩綁著 輪到他卡在拉鏈 就突然我幫他一起解釋 終於可以順利離開到現場 但是 你經過木津村運動場 出到JR站 整段路是很黑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街燈 一個鄉村地方 但是 萬人空航 你都不用怕 看不到路 基本上 但唯獨是 幸好就是 我今早才說 我很可惜 住不回京都要搬來內涼 偏偏 到散場的時候 回去京都線的JR 那個月台爆到 可以說是恐怖來形容 基本上 我想你輕輕 點點方中 有人跌到月台 但偏偏 內涼線那邊 我是很輕鬆地上車回來 這就是我今次的體驗 無論如何 也好 有機會的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去看看 一定沒有介紹錯的 好了 這條片到這裏 又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